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Polsir 又来到我们AI时代课程的影片 上堂见不见Polsir跟大家说过 从我给你们一连串绘画的任务上 你会认识到AI人工智能的一些限制 上堂率先从滑树的任务 我讲解过关于AI人工智能的优势 今堂我就会讲解一下究竟它有什么限制 我上堂说过是从什么任务可以得知它的限制 上堂我们是说画万里长城 我们见过很多幅不同 关于画万里长城不同风格 无论它用电脑画还是小朋友用蓝色笔画 都有不同风格的万里长城的图画 我都讲解过这个很特别的风格 蓝色的万里长城 我讲过了 上堂究竟为什么从这些万里长城的图画 就知道AI人工智能的限制呢 我讲过它的优点 画大树那里就是说 它可以画一万破完全相同 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的大树 而且速度很标准 可能画的时间一样 我十秒一棵就十秒一棵 不需要休息一气苛城画一万棵 如果我们人类 首先不可以 一定不可能一万棵都一模一样的大树 这个基本上不可能 总有些少少出入 然后我们需要休息一万棵 我相信都要花好几日 你画一百棵一天都画不到一百棵 基本上 还要细节这么仔细的大树 上堂看过的图 都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但是 人工智能机械人 他画一万棵 完全不用休息地去画这些大树 而且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很仔细 但是 一去到画万里长城 就立刻有些问题会发生 首先 我们上堂也说过 我们要人工智能大陆有这些资料 他懂得画万里长城 这里有少少跟我们人类相似 你要起码知道那棵树是怎样 你才画到那棵树 要知道圣诞树是怎样才画到圣诞树 你要知道苹果树是怎样才画到苹果树 你要知道万里长城是怎样 就算你未去过北京看万里长城 也要上网上图片知道万里长城是怎样才画得出万里长城 一样的 但是在人工智能里面 人类要为他们的大佬输入这些资料 他才可以画到这些图案 但是记住 都是限于画 他画这个任务上面 不包括我们平日常常觉得很容易做的活动 我举个例子就是 我们见过一棵树 见过万里长城 除了我们画 你叫我画 我就可以画了 但是其实 就算你摘纸技巧不厉害 我们怎么都可以勉强你 将可以摘到一棵 可能用立体的摘一棵树出来 或者用图案 用一些卡纸摘摘摘摘摘摘 像一个万里长城的样子 虽然可能不厉害 但也有机会摘到 就是用我们最 好像Poser画画都不厉害 都用最基本的画到 但是人工智能呢 基本上是不需要想 他画开画的 就只可以画画了 因为刚才说过 我们就和我们的 游戏发展的特色 就很相似了 有些游戏发展 就考我们一些 手部机能的稳定性 而这些手部机能的稳定性 我就是延伸 可以联想到 有一些AI机器人 他们都需要一定的零件和配件 才可以执行到工作 一样 一会儿 金堂你又会有 Less Amazing的任务 会有一个绘画的机械人 给你组装 你绘画完之后 就会明白 我上面这里为什么 为什么不包括 我们经常做到很简易的活动 就算我们不懂得接纸 都可以简单 你一定要我接的 我就可以接一个图案出来 但是你绘画完那个绘画机械人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这个机械人 即使他画画很厉害 画到很多不同的事物 他都没有可能去做一个接纸 做了其他任务 你会知道的 这个就关于我们说 之前我们说 游戏发展的人体的身体机能 去到我们需要 机械人需要什么零部件 有什么零件去知道 好了 但是 这个就是我们稍后会清楚的内容 但是其实我最紧要想给大家知道 就是画万里长城 其实就已经知道 AI人工智能机械人的其中一个限制 就是大家看到 你刚才看到 AI人工智能 应该这么说 人类画了很多的万里长城 不同人类画了不同的人 会画了不同的万里长城出来 不论你是用电脑画 还是用画笔画 还是用环色笔画 你看到很多小朋友 大人都画了很多不同样的万里长城出来 甚至乎有些会喜欢 将它变成一个蓝色的万里长城 可能显示一些特定的天气都没有 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呢 其实这些呢 我这里呢 可能我选一选给大家看 就是独特的风格 每一个人画一样东西 就算画一棵树 特别是画万里长城 刚才在这么多图画里面 是很容易看到的 都会有他们独特的风格 他们当时老海中想到什么 可能我想表达冬天时的北京的万里长城 可能画蓝色的表达 我猜而已 那位小朋友未必是这样想的 我用一个黄昏时候的万里长城 我看到第一幅很漂亮的 又画一个万里长城出来 这些全部都是说一些独特的风格 有些就算你看到一些 可能画线很不齐的 但它也表达到万里长城的样子 或者小朋友喜欢画自己去旅行的情景 画一些人在那里 这些呢 或者是甜蜜颜色 这些都是一些独特的风格来的 但是 AI人工智能 如果你叫它画一个万里长城 它画一万棵 一百棵 一千棵 一百万棵 应该这么说 不要说一棵 你叫它画一个万里长城也好 两个万里长城也好 一百个一千个也好 它都只可以画到一模一样的万里长城给你看 就是根据你给它那幅图片 我们上一堂有万里长城的图片 根据那幅图片 就画那个万里长城给你看 它完全是不会有自己的风格的 即使画和树一样 刚才我说一万棵一千棵那些树 就算Paul Sir画得这么欲酸的树 都有我自己的风格 那我这个风格叫简弱 虽然我自己都觉得很搞笑 我自己画得不漂亮就叫简弱 但是 不要理我画工是怎样 我都有自己的风格 有些特色在里面 但是人工智能你叫他突然间画棵 可能很漂亮的树 画棵很漂亮的树 你画棵比较简弱一点的树 可以吗 你画一个简弱一点的万里长城 可以吗 他是做不到的 他只可以画到你本身叫他画 那幅的万里长城或者树 他只会画到他老海中 人类输入了的资料 总之那幅图片 那个万里长城是这样的 他就画出来 这个是局限了 其实他们的作品 就没有一个独特的风格 和我们人类会有个分别 好 记住 独特的风格是一种 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些难理解 有些抽象 不要紧的 我下一个他画的任务 第三个主题 我想大家画是未来的世界 都是了 记得我们三分钟连续任务 都是三分钟 他画一个未来的世界出来 这个我想大家会更着弱去画的 因为大家觉得 可能树我不会画 扮你长城 我不是很深刻印象 都不是很会画 但未来的世界 这些完全是一个 没有一个限定的一个特征的一幅图画 你们随意经过自己的创意去画 都是了 有兴趣的同学 或者可以先停一停 可以画一画 将你们的作品 透过学校 或者爸爸妈妈 交给Poser 或者Poser的同事 你也可以去我们线下的课堂 去进行任务 我们线下会有更多不同的活动 给大家 我们线上在这段影片 Poser就会先继续 好 他画未来的世界 都是一样 因为Poser的画功太差 因为之前同学也有反映过 所以我不再自己用电脑筆画一些未来世界 究竟是怎样的样子 Poser不进行任务 但是Poser也是在网上找一些图片 给大家看看 如果我在网上找未来的世界 究竟有什么图片 会出来 究竟有什么其他人的作品出来 第一幅 这个真的是图片 我相信应该 就算是画得用电脑画出来 你看到未来世界 这幅图片 有很多交通工具 都可以在天空里出来 在天空里看到很多交通工具 就像现在 我们纳乱都要搭飞机的寒度 但以后可能在天空里看到交通工具 而且可能我们一个地方去一个地方 就会快很多 你看到很科幻的图片 未来的世界 下一幅 这个更厉害 这个好像《星球大战》的图画 也有点像 不过其他图片 我觉得好像很科幻 好像电影的诗图画 或者漫画的图画 好了 真的看一些 我觉得比较像画出来的作品 刚才那些是网上图片 真的画出来的作品 都是看别人的联想 都是充分反映了画家的作品 这个作品的人的联想 对未来世界的联想程度和内容 你看到 这里 这个人拿着车 好像在天空中行驶 我相信 无论图片或图画 大家都看到 我觉得未来世界 都有很多交通工具 可以在天空里走的 你看到火车在旁边 原来不用真的特意买车去那个地方去买东西 这里有一家士多 我经过就可以买到 在天空中 这些店铺好像凌空了 然后我在天空中 驾驶着这架交通工具 就可以随时买到 不需要停下 下车买东西 不需要像现在这样 上面还有火车 这幅图画画得很仔细 很漂亮 也充分反映了 去到未来世界的伦想 你看到未来世界 我觉得是一个特点 就是它都会保留一些 我们现有特色的东西 例如店铺间隔 都是比较传统的 可能它都觉得 未来可能是一些 技术上的进步 例如我们驾驶 方便的进步 方便我们人类的进步 但是可能是 一些特色的东西都会保留 这个图画得很漂亮 好了 看一些小朋友的作品 这个小朋友作品的未来世界 更加都是 你看到是非常表达到它的创意 和联想 它联想到 彩虹就已经是一条火车轨 或者叫一条道路 比车行的道路 可能彩虹就成为了比车行的道路 还有呢 这里反映到 可能我们在生活里面 都会看到地球 跟我们 就好像看到地球 跟我们聊天 有个人样 有个人类的样子 我相信它是这样的意思 自由神像 我看到有个自由神像 可能说 因为彩虹已经成为交通道路 我们就很容易去到其他国家了 我们不需要 现在很难去到美国 去看自由神像 不需要的 可能我们在彩虹道路 经过就看到了 很多白隔 我看到这个同学 对未来世界都充满很多白隔 你看到踩单车 它又可以在彩虹道路上踩单车 大家对未来世界的联想 大家对未来世界的联想 好 那我们再看看幅图 这个我被誉为 我自己觉得挺好的作品 虽然它是开车 道路 但它加了少少文字 而去 加少少文字 去表达了它的想法 虽然你说 有好有不好 但是 这个文字 它加了挺有意义的 你看到 都好像一些很先进的未来汽车 但是你看到 首先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色 我圈一圈给大家看 我很欣赏 这里 现在我们的汽车 是排一些肺气出来的 或者现在就好些了 那些环保能源汽车 会比较少一些肺气出来 但是 这个同学 就充分表达了 他对未来的联想 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希望 一辆汽车 可以排一些氧气出来的 甚至乎 汽车以前是污染环境的 新能源汽车 也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可能他这样理解 但是 未来他希望 未来的汽车 甚至可以释放一些氧气出来 是对环境是好的 不单止没有破坏环境 是对环境好 去改善空气质素的汽车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联想 一个很爱护环境 一个很恩应到现在社会上一些不好的 或者不环保的处境 去联想到未来世界的情况 有些都是方便的特质 这是储存而是晚上用的 感干而接收干线用 哦 这个应该是类似太阳能的概念 太阳能 入口有阳光的时候 就吸收到太阳能板上 就储存了 你晚上没有太阳能 晚上就用你储存的能源 来推动车 我相信这个 这个也是很从环保角度去联想 这个同学也是很有创意的 好了 刚才说过 AI人工智能他们做的工作 就会缺乏很独特的风格 的而且确 我们说过万里长城 他们只会画一张图的万里长城 就是你输入哪张图片 他就画哪张图片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万里长城有很多角度的图片 而另一个角度他都不会画的 就是你输入那张图片的角度 这个就我们显示到 其实他是一个缺乏很独特的 AI人工智能 他们在画画 你们叫他们画画 他可以画到一些很仔细的细节 可以画到很多棵树 一模一样的 效率很高 但他们就会缺乏一些独特的风格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他们再延伸到他 对一些空泛的主题创作的相关工作 他就会比较限制于这类型的工作 他刚才说未来世界 我想AI人工智能的大佬 立即停留了 你要输入一张图片给他 但是你要在这张图片里写着未来的世界 他才会知道原来未来的世界是这样的 他就只可以照版主板 将这个类似你输入给他看的未来世界的图画画出来了 即使他可能做一些改善的 画得比较细致 画工是更加优胜过去输入那张图片的 但是都是那句 他是没有一个独特的风格 他不会自己去想到一些创意 比如刚才我清诫那位同学 排氧气的汽车 凌空便利的一些店铺 彩虹道路 这些他是不会自己想到的 除非你告诉他有这幅作品 但如果你告诉他他再画出来 那已经是没什么意思了 没有了原创性 没有了创意 所以其实关于一些自由创作 或者创意相关的工作 人工智能是会比较局限于这些工作 他们最多只能够模仿 可能比你更加优越的一个模仿 你画这幅图画得很漂亮 但也有些细致画得不够细致的 他画得比你更加细致 但是他可以画得比你更加细致 但是他这些可能你给主题 他自己想一些 比如刚才都再说过 排氧气汽车 凌空的店铺 或者是一些彩虹道路 这些他是不会自己想到出来画的 因为他老海中就没有这些资料 好 说了很多 大家应该大约知道 AI人工智能的一些优势和限制 因为我重复了很多次 我不会再重复 我会之后再问各位同学 因为已经很清晰地表达过了 各位同学 也会在我们试试试试的时候 会有更多类似的任务 给大家理解AI人工智能 好 今天我们又有另一个 less amazing的任务 一讲到less amazing 大家记得 又是我们的组装任务 应该这么说 他会有一些白色的图纸给大家 然后你就可以运用 根据他的指示 运用这个拐图机械 我叫做amazing drawer amazing drawer 就是他画这些图案出来的 大家看到这里有四种其中的图案 绿色、红色、蓝色、紫色这几种 或者我圈了这几种 1、2、3、4 大家砌好了这个拐图机械 这个amazing drawer 之后 就可以运用它 根据他的指示 可以运用这个机械 画到这些作品出来 你见到 其实他们这些作品的细 都是要求 一些细致位 比较仔细的 好了 就是这个amazing drawer 就是这个绿图机械 大家这个less amazing的任务 就是会 去组装这个作品 然后运用这个作品 去画刚才那几款的amazing pictures 出来 就是我刚才圈着其中的四款 大家会根据指示 就会知道怎么做的了 好了 但是大家知道怎么做之余 我想大家去计一计时 究竟呢 可能刚才有四款 其实他不止的 有很多不同的组合 我想给大家计一计时 如果你画其中三幅的amazing pictures 其中三幅 你要多少时间呢 用我计时器 计一计时 你又觉得 你自己亲手画 你需要多少时间 就是你自己用手 用筆去画 这些amazing pictures 这么仔细 这么精细的图案 你要用多少时间呢 那amazing drawer 又需要多少时间去画出 这三幅的 就是你所选的amazing pictures 记住 大家要找回相同图案的amazing pictures 去做对比 你自己用手 用筆画 要画三幅 选其中三个图案 画三幅 你会用多少时间呢 amazing drawer 绘图机械 又需要用多少时间呢 大家可以计一计时 好了 也要记住 这个又是象征着AI人工智能的 什么呢 其实又是我说过的重点 我这段影片 刚才说过 我这段影片不会再重复的了 因为我都很清晰地说过一次 我下段影片 可能会再详细一点的讲解 最希望大家去了解到这个概念 好 这个就是我之前给大家看过的图案 就是我们的游戏发展 也重复了很多次 游戏发展到未来 AI人工智能 不要说未来 是现在对AI人工智能应用的要求来的 刚才那些原理又没有呢 其实跟我之前说的重游戏发展的原理 知道AI人工智能的应用要求的一个原理 其实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虽然我不会详细讲解 究竟之前我说的内容 为什么会关于AI人工智能应用的要求 但是呢 我很想 现在我再做一个总结 告诉大家 游戏发展里面 首部控制的稳定性 就是好像我们电路迷工 控制我们是否执行到这些工作 这个游戏发展 考我们人类的首部肌肉的协调 定力 这个就好像AI人工智能应用里面 对我们去组装一些机械人 去设计一些机械人的时候 一些的机件 零件的要求 其实就类似是这样的 究竟我们 那个控制 比如我们画画 控制的时候 需不需要那个零件 我们人类就要手比较定 那么那个机械人的时候 他机械人画的时候 需不需要那个零部件控制之画笔 又要比较定呢 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会知道 两者怎样 我常常说 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究竟怎样息息相关呢 这个可以想一下 就是一个机件的要求 就好像我们 游戏发展的第一 上面 第一 首部控制的稳定性的要求 跟着我们说 跟着考我们的智力 讲过迷工 真的迷工 扭计式的考我们智力 这个就象征着AI人工智能 哪个应用要求呢 就是 究竟我们的程式 软件要怎样去控制 要怎样去设计呢 应该这么说 我们要怎样去设计 一个程式或者软件 去控制相关的零部件呢 这个就关乎 这些工程师 怎样去设计的程式 亦都是AI人工智能 相关的工程师 他们最重要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 最有价值的其中一部分 好了 这段影片 我们先去到这里 下课我会再详细讲一下 从游戏发展去了解AI人工智能的应用要求